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躺在床上话都说过出来了 就是完全就是重症病人的那种状态 我就问他你19号能演吗 他说能演 我简直就不敢相信 此时李德伦在病痛的折磨下已经无法站立 但为了一个十年的约定 为了两位艺术大师之间惺惺相惜的友情 李德伦坐着轮椅来到了演出现场 最后一次登上了指挥台 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其实当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 但是他仍然一旦拿起指挥棒 坐在指挥台上的时候 他那会已经不能站着指挥 坐在指挥台上 完全是硬了一个人 好像又让我们看到了以前那种精神焕发 像一个将军元帅加以军队的那样的气势 站在和坐在乐队面前 斯特恩和李德伦 两位艺术大师的友谊 始于20年前的那次会面 那是斯特恩第一次来中国访问 他的整个访问过程被拍摄成影片 这部影片后来以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名字 文明世界 正是在那时 两位老人便结下了深厚友谊 1999年11月19日 随着李德伦指挥棒的挥动 斯特恩小提琴的华美音乐 将两人带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刻 都轻移 时光荏苒 此情此景 让人唏嘘不已 在后台演完初之后 我又推着李先生回到那个休息室 斯特恩还特意从他的休息室 跑到了李德伦的休息室 拍拍他的脸 他的那个亲吻一下 拥抱一下 这就是两位艺术大师最后的守望与诀别 2001年10月 李德伦在北京病逝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 斯特恩也告别了人间 两位大师的离去 让这次合作成为世纪绝想 但他们跨越了民族国家和岁月的友谊 却永远令讨论 却永远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在李德伦的人生中 他正是以高超的指挥艺术 博大坦荡的胸怀 对真善美执着的追求 赢得了包括斯特恩在内的众多音乐大师的友谊 而他随和亲戚的性格 更深得晚辈们的尊重 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个幽默 风趣 朴实的李大爷 李大爷这个称呼 在中国古典交响乐圈子里 是个固定用语 专指李德伦 至于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 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了 这个称呼代表着李德伦平易近人 真诚热心的性格 而他也非常喜欢别人这么叫自己 其实几十年前还在苏联留学时 他就被很多人称作李大哥 虽称呼不同 可原因一样 那就是因为他关心同学 热心助人 在中国留学生中 是个文明侠耳的人物 上世纪五十年代 年轻的曹鹏被派往苏联留学 初来乍到的他 有时会受到一些苏联同学的欺负 比如练琴时 因为是新生 他的琴坊经常被安排到 不合理的时间上 这时 为他出头的 就是李德伦 我就去找李德伦了 我说不行了 我这样排时间 他把最好的时间都拿走了 剩下的都是吃饭的时间 什么 睡觉以前的时间 这怎么行 我不行了 我这样到这来怎么学 走 找他呢 带来我去找他 你一排的时间不对 咱们重排 重排 是大哥吧 豪情仗义 乐于助人 从年轻的时候起 李德伦这种性格就从没有改变过 特别是对曹鹏这样的学弟 他甚至身在异国他乡的坚固 因此每每学弟们遇到问题 李德伦总是毫不犹豫地跨刀相助 都是同学们住在隔壁嘛 而且是苏联人嘛 你要三十块 你拿三十块去 然后我就跟李德伦讲 不行 去找他去 这种人借了你就别想还 苏联就是个毛病 找他 你刚才借曹鹏的钱 你要还给他 还给他 那么就借大哥 李德伦生活上对曹鹏的帮助 让他莫尺难忘 在学习上 李德伦同样给予了他大力支持 一次音乐会上 当曹鹏的老师祝贺他演出成功时 曹鹏谦虚地说 自己指挥的还不够好 让他的老师大为震惊 在他的气氛中 又是李德伦帮曹鹏解了为 李德伦在旁边打圆场面 李德伦知道 说 是告诉我先生 这是他谦虚 然后告诉你 你应该说谢谢 不能说不够 我才懂 在苏联的留学生活 曹鹏不仅在学习上得到收获 也从李德伦身上 学到了如何去学艺 做人 几十年后和曹鹏一样 年轻的指挥谭丽华 同样感受到了李德伦身上 这份人品和义德 1990年 在柴克夫斯基诞辰 15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上 正是李德伦把上半场的演出机会 留给了当时 还没有名气的谭丽华 就说我现在年纪大了 指挥谐丽协计呢 已经有时候会觉着力不从心 应该培养年轻人 就让我指挥了上半场 我指挥上半场之后 应该说那是一个机会 对年轻后辈 李德伦向来是讲业扶持 不领赐教 因为在他心里 装的是中国交响乐 和指挥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像谭丽华 这样的年轻指挥 一次好的实践机会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中央乐团是中国最老牌的乐团 他们对一个二十几岁的 青年人 三十岁年人 恐怕不会是那么很 马上就能接受的 但是通过这次的乐团 大家和我建立一个 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以至于以后这六七年的时间 大家都合作得非常的愉快 在谭丽华的指挥生涯中 从一开始 李德伦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不仅给了谭丽华 登上最高艺术电影的机会 也在他人生重要的转折关头 给了他至关重要的剑 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谭丽华准备去英国留学 去告别的时候 老师说是 你到那儿学古典音乐 学西方音乐 是要到西方去感受 实际感受一下 而且到那儿可以学习到 真正的西方音乐的那些精髓 风格 他说现在 这是完全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现在你没看到 咱们这个状况 中国只会见老了老了 哨的都跑了 都出去了 剩下我们这些 七十岁左右的人 还在这儿挥海无语 在这儿去指挥 去应酬很多的 这个文化交流 包括来的外国的音乐家的合作 你去那儿 即使以后在那儿工作 也只是锦上添花 可是这儿需要的是 实实在在干活和学里送炭的人 李德伦的话 深深地打动了谭丽华 他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 留在国内发展 这个决定让谭丽华 获得了当时许多同龄指挥 没有得到过的实践机会 让他受益匪浅 谭丽华 从李德伦那里学到的 不仅仅是指挥上的技巧 更学到了作为一名艺术家 应有的胸襟与情怀 为人要宽耗 要心中宽广 你只会 艺术家的心胸 应该就像大海一样 宽耗就是宽于别人 言语自己 言语自己就是 对艺术上的意识不够 宽别人 宽厚待人 这一点上是非常 到现在 我觉得我的很多的性格 和这个待人上 仍然还是 李德伦老师 给我的印象太深 诗者 传道 授业 解惑这也 对古人这句话 盘丽华感慨颇深 无论是李德伦 推荐他指挥海河音乐节 让他声明确起 还是把他推上中央乐团指挥的位置 步入国内一线指挥行列 潘丽华都能感受到李德伦 对人才的珍惜 对交响乐事业的热爱 但是我觉得 从 我和李德伦老师的这个关系 像父子 既是学生 有时候也像父子 因为我住在家里 包括李先生 去外地 我也是就 作为他的助理 跟着他去了很多地方 耳熙木然 他的为人 他的艺术 他的思想品格 都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之深刻 潘丽华读书时的老师是黄晓彤 正是黄晓彤把他推荐给了李德伦 潘丽华对此一致深感幸运 一位是指挥教育的大师 一位是指挥界的态度 两位老人的才华 造诣和修养 义德 都让潘丽华 受益匪浅 他交了很多很多朋友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 无论是指挥家 或者是小的金家 钢金家 歌唱家 都会成为他的朋友 他经常在他家里练演 接待这些来到的 国外的音乐家朋友 我陪同过很多很多次 那个场面 都是在家庭式的那种 非常和谐的 大家是朋友式的这种交流 不能谈 谈下风声 讲社会 讲音乐 很有意思 跟随李德伦多年 最让潘丽华钦佩的 还是老人对中国 交响乐事业的贡献 特别是在普及交响乐方面 李德伦更是花费了 一生的心血和努力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 李德伦就开始在音乐会上 为观众做讲解 努力把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送到最基层的地方 我父亲最后病重了 吴怡同志到病房去看他 当时我也在场就讲了一句话 我们都是你普及交响乐的成果 他很谦虚 他说他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普及交响乐 其实不是 他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的发展 包括乐团的建设 以及交响乐在中国的普及 可以说是一辈子欧心力血 直到他去世的哪一刻 都惦记着这个事 至今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座位里 还保留着一张李德伦的专作 老人虽然先世多年 但这座位却一直没有空过 今天这里又要举办一场交响音乐会了 参加演出的 正是谭丽华职棒的北京交响乐团 而观众大部分 都是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 这个礼拜五是在中山音乐堂 叫打开艺术之门 开幕式我们演的音乐会 每一场这样的演出音乐会 我都是会一边演一边讲 这是李德纳老师教的 而且这个效果非常好 我觉得这些年 在北京培养了一大批的交响乐听众 作为一个普及交响乐和高雅艺术的重要活动 打开艺术之门 正是李德纳普及交响乐的重要成果 作为他的女儿 李璐更是陪着父亲走遍了全国各学校 长矿 山区 海岛 只要有人邀请 李德纳无不应称 而他的条件只是要有一个做事变痛 因为他身体不好 蹲不下去 所以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李德纳对普及交响乐乐此不疲 提到了怎样的地步 不管你这个场子是几万人的大广场 还是一个小办公室里就养三个人 请他去他都去 就是什么人就是只要 他每次人家一来电话说 请他做讲座 他就马上让我母亲查他的日程表 只要哪块时间空着 他就给安排上 就是得机会就讲 不管什么场合 得机会就讲 李德纳一直说 普及交响乐分两部分 一是讲座 二是建立专业交响乐团 职业化的乐团 稳定的听众 这才是李德纳曾希望看到的 最理想的交响乐发展模式 他那时候经常跟我说 他我在为盼什么 就盼这个乐队天天白练 每个礼拜都换曲目 是一个职业交响乐团 职业就是像国外的 每年有音乐器 不是只演一两个物作品 每年演很多场 就每个礼拜都换新作品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李德纳东奔西走 靠自己的名气 到各省市呼吁建立交响乐团 建设专门的交响乐演出场所 这其中 北京音乐厅的建成 就有他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那时候就是领导问他 一百万够不够 他就说够 其实根本就不够 结果领导把这个项目 批了以后 一百万花了 就打了个地基 结果呢 再往上盖的时候 说既然已经这项目批了 已经盖到这了 就再批点钱吧 批了点钱 把那个楼盖完了以后 该封顶了又没钱了 后来又有钱 就这么一步一步 把这个北京音乐厅推出来的 如今在中国 几乎每个省 都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无论水平是否参差不一 无论是怎样的演出环境 这些乐团都在努力为普及交响乐 做着自己的贡献 而像国交 北交 爱乐等乐团 更是做到了 每年音乐季的固定演出 李德伦当年的梦想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在他一生的艺术生涯里 普及交响乐 是他始终坚持不渝的一件事 因为他坚信 只有让更多的人 走进音乐厅 走进交响乐的殿堂 才能真正促进交响乐事业 在中国的发展和前进 才能让中国 涌现出更多天才的音乐家 艺术家 每一位来到过李德伦家的人 印象最深的 便是满腔的书画 这其中有名家大作 也有李德伦夫妻 自己的书画作品 他是佛仁大学历史系 他的本行本来是学历史的 那他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外国的这些名著 中国的名著 中国的那些戏曲 他们家有这个 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 这个叫什么 很有影响的一个票 他从小是耳心木染地听听去 那他的这种全面的 这个知识 造就了李德伦作为一代大师 1917年 李德伦出生在一个 回族官吏的家庭 从小便接受了良好教育 少年时就学习了钢琴 小提琴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 和同学组成了管协乐团 1940年 他考上了上海国立音砖 在这所当时中国最知名的 音乐院校里 李德伦一直都是各项活动的 积极分子 和最活跃的人 当时我觉得他特别佩服他 又有时候指挥 有时候拉琴 有时候就跑到台上当群众演员 就是说他很多才多艺 我记得当时他还是在 上海那个苏联电台当广播员 他就在那个电台里面 就专门介绍过大提琴 就顺口就这么讲 讲得很生动的 到国立音砖读书 是李德伦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里他遇到了 自己未来的爱人李绝 也是在这 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登台之会 那是在抗战胜利不久后 当时的上海学联 组织学校乐队的演出 他们就推举了李德伦指挥 这一下子那个大提琴就缺人了 我其实没学多久 完了为了补这个空我就参加 所以我第一次参加乐队 就在也是李德伦第一次上台指挥乐队 就是在四五年在上海 不过让司徒志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李德伦已经是中共地下党人 不久他就悄悄离开上海 奔赴延安了 当时知道李德伦真实身份的人很少 这其中就包括他的未婚妻李绝 本来说的是两个人去 后来我当时没有这个决心 我就没去 我过了几个月 我也是同一个 同一条路 我还是离家 离开家了 等到李绝和李德伦再次见 已经是一年多后了 是在陕北的家线 套着李德伦从上海带来的一批乐器 在延安组建了管弦乐团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 李德伦和李绝与乐团一起行军演出 跟随了解放大军的步伐 他们从陕北走到华北 又从华北走进了北京 我们是两脚走路走到清华那边 从陕西到了清华 我们这个管弦乐团是这么走过来的 一边演出 一边教学 一边练习 到了清华我们已经成立一个 那个乐队已经有点意思了 到清华大学呢 我们已经全身的衣服都非常破 又破又脏 但是乐器都擦得特别亮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交响乐师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机 为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 李德伦等一批音乐骨干被派到苏联留学 归国后 在李灵的邀请下 李德伦来到中央乐团 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指挥生涯 第一场演出非常精彩 当时那场演出演的是 Tchaikovsky 第一号演员第六 是他最喜欢的 那场演奏员也非常的热切的参与 所以那场演出 演出挺我的印象挺深的 我到现在都想得起来 演出完了几乎很长时间都没声音 哗一下就热烈的鼓掌 都听进去了 都进去了 观众都进去了 把观众拉到音乐里 让他们沉浸在交响乐的利于美之中 这是李德伦指挥的最大特色 每一次的演出 李德伦都全情投入 激情四溢 把乐曲的节奏和情绪 表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对作曲家的意图和思想 感同身受 作为大师来说 他的指挥风格就是 那种深厚文化内涵 表达思想 表达思想 情感和深刻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指挥风格 并不是极限于在技术层面的 他那时候到他的这种境界 就是一个大师的境界 如果把音乐之美分为优美 秀美和壮美 李德伦的指挥风格 无疑是属于壮美性的 他的指挥如纪念碑一样 气势磅礴 雄浑壮观 只要亲临他指挥的现场 每个人都会对他指挥时激情澎湃 所打动 印象是那么深刻 久久难忘 李德伦指挥风格的形成 源自于他个人的性格 也源自于他从小喜欢探书 喜欢历史 历史中的凝重 大气和深厚的内涵 让李德伦在指挥生涯中 受益匪浅 在李德伦家里 床头 窗台 残桌 到处摆着各类书籍 而正是这种深厚的基点 造就了李德伦鲜明独特的指挥风格 他的指挥应该是说 他抓住这个形象的塑造这方面 他很有办法 就是抓大块 情绪的表达 对形象的塑造 他很流畅 在这边放 他确实一些很细的地方 他不会再扣那些小 太小太细的地方 但是总体 在他的指挥棒下面 很明显的就是感觉 音乐上非常的流畅 非常的自然 就是要说的话 很自然的就说出来 他有些有时候 像挺 怎么说呢 就是跟着他指的话 就感觉到很舒服 就是演奏上 特别的流畅 这点是他很大气的 就是大师风范 就是在这方面 很突现这个特点 而在大气的风范下 李德伦并没有忽视音乐的细节 相反 他对音乐细节的把握 是那么准确 力道 把握的是那么恰当 让乐队明白 每一处细微的不同之处 让大气的风格 与细致的表现 完美地结合 他会叫我读谱 你看看谱 你看完以后告诉我 这有点什么 有什么变化 那些 你说 那经常说李大爷 很大大咧咧 其实他非常细致 大大咧咧和他的外形 是脸 但是他的内心 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 不是一个那种 他对待艺术 是很严谨 很认真 很细致 几十年的指挥生涯 李德伦用青春和生命 寻找着艺术的真谛 他对真善美的追求 从未停止 对坎克和磨难的抗争 也从未放弃 他最痛惜的是在文革期间 很多指挥家 几乎浪费了人生中 最黄金的十年 一场场的政治运动 让他们不得不放弃 自己的尘域吧 十几年里 国内竟然无法演出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 甚至连贝多芬的音乐 也被禁止演出 我印象中 这时候总理跟李德伦 就说 坐一会儿 咱们俩坐会儿 说过 就说 我那个时候说的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贝多芬 这样东西不让演呢 是总理的话 与周总理的这番对话 让李德伦印象深刻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 是贝多芬实施150周年 全世界都在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李德伦提出 中国也应该纪念贝多芬 搞一场专场音乐会 可是要报 要请示 请示文化部 文化部不能做主 文化部又请示 上机 就一直 我记得 也就三 快三四天就要演出了 我一直没有消息 没批准 就要准备两套 万一要不行 就演别的了 所以一直到 演出前不久 政治局讨论了 通过了 这个对我们 交响乐事也是个大事 从那时候起 才能够正正经经地 正式地演 古典的交响乐 在李德伦的艺术生涯里 他有过太多的称谓和称号 作为中国指挥界的大师 与太斗籍人 他甚至被一些媒体 称为中国的交响乐之父 不过这些名头 李德伦并不感兴趣 反而认为 这乃是身外物 须敬而远之 然后他就说 他说普及交响乐 说的就是说 如果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这种名利 就失去了 他做这件事的 本身的意义 他说他普及交响乐 不是单纯的为了音乐本身 而是为了人类精神境界的一种升华 他说如果他普及交响乐 干了一辈子得到的是这个 就与他的初衷就相反了 在李德伦看来 真正称得上中国交响乐的先驱者 中国交响乐之父的 是肖有梅 赫鲁丁等他的师长和先生 没有他们的努力开拓和耕耘 中国的交响乐事业 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也就没有后来 他们这一批指挥家 和作曲家的出现 因此李德伦时常告诫他的学生 从意和做人一样 从来就不应该有攀比的心理 做人方面李德伦说 同行之间 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理解和谦让的 大家有时候有矛盾 或者有过节 无非就是你上的 我上的多了 你上的少了 那我少上 你多上 名字排在排列 我排前头 你排后头 那咱反过来 你排前头 我排后面 如果大家说你 有人心里不平衡 你就觉得没听见 说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没意思了 他也就不讲 人 待人一定要宽容 要宽厚 作为李德伦的女孩 李璐陪着她度过了许多日子 包括老人最后的时光 在父亲给他留下的记忆中 工作占了绝大部分 而陪伴家人的时光 他宝费的东西要给回来 或者怎么样 他也不说我们 非常的慈爱 而且对我们永远是鼓励 没有什么批评 其实念叨李德伦好的 不仅仅是他的家人 只要在他身边 无论你是否和他相识 又是否熟悉 都会被他的幽默风趣所打动 他常常给别人讲笑话 在自己身上也闹笑话 他也能一笑置之 从不放在心上 绝没有为大师老师的架子 我们因为留学生 在苏联音乐学院有食堂嘛 但是音乐学院的食堂 外头人都可以去吃的 不光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他是对外的 那么李德伦去了 说你刚去他不带会论文啊 那苏联就说 终于胃口好 李德伦不知道 有一次为你真心大名呢 李德伦起来说 李德伦 是李德伦 起来一下 李德伦 然后呢 过了一个阶段 又巧了 那个人又坐在对面了 李德伦会能够往里 会能够知道 终于胃口号叫 Priyatva Abhijeta 他就先开口了 他说今天我要先开口 Priyatva Abhijeta 那个人像你们中国人 大概说终于胃口号 谢谢是李德伦 那个人记住了 起来 李德伦 每次我们连续 我跟他讲 我说第一堂课就是这个 他跟谁都能开玩笑 就是很平等的 就是确实是这样 从2001年至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 在很多人看来 这位慈祥的老人 这位善良朴实的李大爷 似乎并未远去 在中山音乐堂台下 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 在国家的排练厅里 人们似乎仍旧能够看到 他的身影 感受到他澎湃激情的指挥忌度 他用自己的影响和感染力 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 投身交响乐事业 他用自己的辛劳和汗水 为普及交响乐 奔走在祖国的大地上 李德伦 大气磅礴的指挥 宽广不大的胸襟 让每个人都难以忘怀 在中国交响乐的历史上 李大爷的名字 永远是那最浓重 最多彩的一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